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参加股物估计办事处的公众讲座 今天的讲题是《保良局关帝厅持想中的香港望族》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丁申炮博士担任我们的讲者 丁申炮博士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席教授 研究兴趣相当广阔 对香港市各个范畴都有深入的研究 今年是保良局中座大楼落成90周年 我们估计办和保良局历史博物馆合办了三个公众讲座 今天来到最后一讲 讲的是中座大楼的核心 关对厅 现在我们就有请丁博士为你讲解关对厅持想中的香港望族 有请丁博士 各位朋友五安 有没有好像有趣的吗 有没有好像有些回音 有些回音 有些回音 可以的 有些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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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 大家知道了 其实东华和保良 都是香港历史非常悠久的 由华人成立的慈善团体 其实两者之间的关系都很密切 今天讲的题目 其实就集中都是讲回香港一些的望族 但当然香港的望族是非常之多 所以我只是选择部分来讲而已 我们知道东华就是1870年成立 保良就是1878年 当时就是这个港督 华尼斯是同意 是将原来属于东华的部分的功能 分了出来 因为这个功能和东华的核心功能 是有明显的差别 而且可以说 那方面的东华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就将这个所谓 保护库 这个库域的部分 就拆了出来 就独立成立了一间 叫做保良局 是这样的 但是保良局最初成立的时候 其实它是借用东华的平安福寿 两间大楼 其实都是一些西式的建筑物 继续作为它的办公的地方 去到1891年的时候 香港政府将广福二池的361号地段 就是拔给保良局在那里做 但是其实大家可以想象 其实就是那个地方始终是小的 所以很快就不够用了 所以一直到1930年的时候 香港政府终于批出 离顿道3158号地段里面的 89621尺的面积 就被这个保良局建设 我们今天看到那间大楼 所以今天看到那间大楼 历史都很久了 你会看到 批出来是1930年 他们就是1931年就建设 到1932年就落成 那当时其实是华人社会 一件很大的事 一方面就是要向政府申请 就是拨地去建设 这个新的保良局 另外要筹钱 因为就是 始终是一个华人机构 它要建设一个新的大楼 也当然要向华人筹款 他们都筹得相当不错的 我们知道他筹到 最后好像筹到17万 就是他建设的时候是14万 到落成之后 他计算一下应该是有17万 那么华人也是很踊跃的 所以特别是开幕的时候 他在电机典礼和开幕的时候 就是当时的一件盛事 就是由当时的港督 这个阿飘 这个William Pugh 阿贝露 是去主持的 就是一个 很多人在这里观礼 所以我们今天的讲座 其实分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我是介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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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良的大厦里面 的这个 这个关帝厅里面的 慈想的部分的人物 下一个部分 其实我们会播放 就是当时 东华这个保良局 开幕的时候的盛况 那谁拍的呢 其实就是由一个叫 谢家宝的人拍的 大家知道 其实现在 你上去YouTube 其实都找到这个片段 就是因为 何金棠的后代 或者叫 他的女婿 叫做谢家宝 他的大女儿 嫁给了谢家宝 谢家宝 在2013年代 他已经很喜欢 拿着一部 比较旧式的 一些拍摄机 就在那里拍的 所以就拍下了很多 很珍贵的片段 除了我们会看到 就是金棠帝里面的 一些的情况 他们怎样招呼奔客 里面的装饰是怎样的 其实都可以在 在谢家宝拍的影片里面看到 另外其实他的影片 也记录了当时 上流社会的一些活动 其实那些人物 来来去去都那几个而已 那十几个可以这么说 几乎离不开那十几个 所以你看到那个华人社会 也挺集中的 另外他也很难得地记录了 就是保良局 迁到离顿道之后 新大楼开幕的情况 一会我们又会看到 乘客人 那些所谓华人的 有名望的人出现 盡可能可以和大家认 当然不会认得全 但是 其实在那个慈想里 相当多的人物 都是出席了这个 开幕典礼的 那今天就是这个 就是保良的大门 对着这个 离顿道 那 其实 大家知道 他里面有个历史博物馆 那大家也都是 有时间不妨去参观一下 其实是相当不错 那当然 对我自己来说 最吸引的是 那些名人的对戀 其实保良是保存了 大量是那些 前清遗老的 一些的对戀 在这方面来说 他是比东华更要多 就是 我们知道 清朝忘了之后 就有一帮清朝的 就是他们做过官 或者是 在清朝的时候 是拿过功名的人 他们就不愿意接受 这个民国的管治 他们就走了来香港 那当然 有些可能去了青岛 去了上海 去了汉口 之类之类 但是 有一部分 广东人就来了香港 我们通常叫他们为围老 因为年纪都偏大 但是 他们当然 他们自己的传统 中国的文学 收养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他们在香港 保留了大量的 对戀 排扁之类的东西 这是宝梁的 入门口的地方 其实这间建筑物 也是 挺有特色的 当然 我们说是 那个年代 一个三宁 其实是 20年代 晚期 30年代初的 一个特色 咦 他这么小 这张照片 真是乖乖的 好了 其实一进去大门 你就会看到 一个河东 太夫人 纪念堂 那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里走到尾 就是那个关帝厅 这个其实里面 就是关帝厅 因为里面 供奉的是 关帝 所以这个 就叫做关帝厅 但是大门口那里 就写着 河东的太夫人 的 纪念堂 这样 很明显 这个是河东捐的钱 就是他捐了 大笔钱 所以那笔钱 大到 是足以洗到整个厅 外面的名字 就叫做 河东太夫人 纪念堂 好了 我们进到这里 就是 大家看到这个 就是有 刘关章的 不是 这个是关公 还有 就是 就是 他一个一个 一个画像 因为他们 供奉这个 关帝 当然也有很多 不同的对戀 但是 比较特别的 就是 有一次 我刚刚 是关帝 弹 他们原来 有一个 这个仪式 有很多 烧猪 当然有烧猪 吃 在这里 排在这里 我想他们是 每一个总理 各自 送出 一只烧猪 他们有很多 所以 整个工作上 就没有摆满了 烧猪 相当是 盛放空前的 其实后面 也有些人在 斩烧猪 拜祭完之后 就可以吃烧猪了 所以这个 就是 关帝殿的情况 大家在这个 照片里面的 右手边尾 你都会看到 一个人像的 一张照片 到尾 那里 一个画框 那些 我们回来 小小看 这个 就是当年 就是 这个 华文政务师 活雅伦 就是 写给东华 我想 这四个 是永远的 总理 提到 关于 将 这个 礼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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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段 是交给 这个 宝梁去发展的 一封 我想 一封 都挺珍贵的 一封信 当然 如果大家去到 大堂里 就会看到 一个复制本 在说 这个是 记录了 他们一段 都相当特别的 一段的历史 这样 进到 关帝厅 就全部 是照片 大家 有没有人 进过东华 那个大堂 东华医院 那个大堂 四边 全部是照片 这个情况 也是一样 全部都是照片 这些照片 全部 在这个情况 这些照片 是比较集中的 因为 全部都是 在 保良 新的 建的 大楼 里面捐过 钱的人 他就比较集中 其实东华 都有 我们知道 现在东华 那个 怎么说呢 东华医院 那个大楼 是1935年的 他也是有 这个 当年1935年 捐钱的 那班 总理 或者是 善长仁庸 的一些照片 在这里 我们看到 这个 最重要 因为这个上面 就会看到 阿飘的样子 就是港督 选择带头 下面 就有两个 华文政务司 然后 大家看到 一边 就是周秀臣 另一边 就是罗玉和 大家看到 左边 就是罗玉和 顶那边 就是罗玉和 右边 顶就是 很容易认 很多分章 那个就是周秀臣 这两位 仁兄 都是 香港很重要的人物 因为 我想 首先就是 这个周秀臣 就是第一个 华人的行政局 议员 第二个 代表 华人的议员 就是 萊玉和 但其实萊玉和 是一个 混血儿 但他不是欧亚混血儿 其实他爸爸 是一个巴士人 是一个巴士 他妈 是一个华人 是一个中国人 所以 其实他也是 亚洲的混血儿 不是欧亚混血儿 但你就发现 香港政府 信得过 正是这些人 因为 我们继 继 萊玉和之后 出任 行政局 行政局 只有一个 华人代表 第一个 周秀臣 第二个 就是萊玉和 第三个 就是萊玉和 萊玉和 萊玉和 我们稍后会介绍 其实他也是萊玉和 萊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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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行政局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地方 一个机关 因为 它是 立法局 通过一些法例 但行政局 其实是参与很多 很机密的 政府里面 很机密的 决定 行政局 会参与其中 所以 他们一定要找些 最信得过的人 才可以做这个行政局 在一段很长的时期 开了埠 都是没有华人 可以做行政局的 一直到1926年 经过 省港大白工 他也要拉拢 华人 他也看到 那些华人的 有钱的 富商 其实都是会 站在香港政府那边的 那这个是很自然的事 因为 如果你是 一无所有的 其实就 什么都无所谓 你可以 就走了回廣州 但是你 成父身家在香港 你没得走的 那你就一定是 你的利益 是会跟香港政府 是放在一起 其实任何政府都是这样的 那么 英治时期如此 现在我想也差不多 所以一边就是 来玉皇 一边就是周秀臣 那下面 周秀臣下面 就是 应该是李又荃 这个是当普大王 那另外 另外隔离的那个 就叫做曹善韻 他隔离的那个 曹善韻 曹善韻就是 在澳门来的一个望族 他在澳门的望族 来到香港也都成为一个望族 因为呢 他就是 几代人都是有名的 那 曹善韻 就是 可以说 他是 他是华人 当然是 唇总的华人 那 他就是 律师 他就是一个律师 他就是一个律师 当时其实 在社会上 谁有地位的人 除了是商人之外 有不少是律师 他就是一个律师 还有他跟香港那些 教育的发展 是很有关系的 比如说 我们知道 圣事提反中学 圣事提反书院的成立 以至到 今天的圣保罗男女书院 其实在战前 是一间女校来的 因为圣保罗书院 1851年成立了之后 其实他们觉得 也需要有一间女校 所以在二十世纪初 就成立了一间 叫圣保罗女校 那这间学校 到了战后 就变成了 coate 变成了一个 男女书院 就不是纯女的书院 那我们知道 曹善韻 其实在最初的 圣保罗女书院成立的时候 也是出了很多力 那她的隔壁 突然间认不到她是谁 这个好像是周俊年 不太记得 再隔壁 我们一会会介绍的 就是李宝葵 这个是李星的弟弟 叫做李哲 这个是李哲的儿子 李哲的第二个儿子 对落就是李哲 李哲 李哲 对落这个 叫李逆梅 就是李哲的儿子 就是李哲的儿子 我们一会会介绍她 她是华人置业 是搞地产的 大家知道 在香港搞地产 就会很发生的 我们看到李逆梅的隔壁 就是郭少楼 这个人我觉得很奇怪 生到神高神大 但是她看她的样子 是鬼鬼的 但是她是华人 就是她是神种华人 她没有混血的 这个郭少楼 就是法国东方惠里银行的买版 她是一个买版 当然也很有钱 她有个儿子 她儿子叫郭棧 其实在这个 就是关帝厅里面的照片里面 亦都有郭棧的照片 其实我们香港历史博物馆 是收藏了大量郭棧的资料 但是长期以来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 怎样用到 这个比较可惜 其实是收买佬买给我们的 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 买了很多这些 这些这样的东西 都挺有趣的 我们知道 因为郭棧有一件事很特别的 就是她是除了她郭少楼过了身 就郭棧 就是她的儿子 就继承了她的买版的职位 大家知道买版 是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就是 就是 儿子会继承的父亲 或者兄中弟及都有的 总之她是传来传去 都是传在那个家族那里 那么郭棧呢 就是做了这个 这个东方惠里银行的买版 后来她就娶了 就是陈廉伯的女儿 陈廉伯是另外一个 在这个关系厅里面有照片的 不如我们今天不会重点说的 陈廉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她是广州沙面的汇丰银行的买版 也就是说她是广州汇丰银行的买版 那么汇丰银行的买版 通常都是挺有钱的 但是她就参与了1924年的所谓商团事件 大家如果比较熟近代史 就知道是广州就立立联的 其实广州由新来革命之后一直都立立联 因为孙中山先生其实他的控制力是有限的 而且周边其实是道策如无 所以那帮商人自己就组织了一个商人的 可以说是一个武装的组织 他们有枪的 那当然说得好听一点就是他们要保护自己 说得不好听一点其实他们就挺恶的 所以当然商人的利益 当然跟孙中山成立的新的政权是有矛盾的 因为特别是联俄用共之后 那个矛盾就更加厉害 所以在1924年这帮商人就是孙中山要掌握他们 在孙中山来说他在这里建立了新政权的时候 发现有股力量是威胁他的存在的 威胁他的政府存在 他一定要掌握他 所以就出现了所谓商团事件的矛盾 这个事件之后当然这个陈延伯就走了来香港 但是来了香港之后 几乎隔一年他就做了东话的主席 所以你知道这个人 他跟香港的这帮商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 他的网络也很厉害 而且他的女儿就嫁给郭栅 当时是世纪婚礼 去到差不多打仗了 就快打仗了 就是这个日本人就快打到来 他们有一个世纪的婚礼 当时是盛事来的 就是陈延伯 就是这个 他的女儿就嫁给郭栅 我们就不要再说下去了 再说下去就变成另一样 旁边就是罗长肇 我们一会也会介绍罗长肇 他是罗敏感的父亲 他也是一个混血儿 香港其实在19世纪 或者到20世纪初 是很多混血儿的 因为我们如果看看战前 香港最显黑的人物 其实有很多是混血儿 其实这个也是历史造成 这些混血儿是怎么来的 其实很简单的就是 很多外国商人来香港做生意 特别是英国商人 他们有些是未婚的 有些就算是结婚也不会带老婆 子女来的 一个人来到香港 他就会找一个是华裔的女子 作为他的伴侣 这些华裔的女子里面 其实我们也知道 相当大部分 其实是弹家人 是水上人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西人对于我们 华人的审美观 是很特别的 大家都会笑 其实是真的 他们觉得漂亮的华人 和我们觉得漂亮的美女 是完全两码展示 这是好事 所以来说 他们就很喜欢弹家人 而且弹家人也相对来说 是窮 而且他们没有太强的 道德的触驳 所以很多人 就会做了这些西人 在香港 从商的时代 在那个时间 就做了他的一个伴侣 于是乎 生了不少 是这些所谓 勾雅混血儿 那当然 一会儿我们讲到 最典型的当然是 河东 河东是最典型的一个 但是罗长韶 也是另外一个 那说到罗长韶 我们一会儿再说 罗长韶 现在不要再说下去了 那他旁边那位人兴 就是 去到最后那里 就是一个叫唐日村 都是一个比较传统的 中国商人 那这个呢 就是 可以说是整个 就是 一个 这帮人的地位 比较高一些 就是他们 都是叫永远总理 就是 可以说是看着 保良的运作 就是这帮人的地位 是崇高的 接下来 就是 就是负责筹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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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的 就有不少的例子 是 有个不止 做两届 因为没有人肯做 其实很简单 可以做两届 没有人肯做 那这个情况 比较特别 就是因为它是 就是你是三零年三一年 你也是 在籌劾新的大樓的落城 而且要搬遷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 所以政府就特别容许他连任 这班人里面其实其中有一个是建筑师 就是这间大樓的建筑师 我们看看这个最主席就是谭满堂 谭满堂是台山人 其实我们这个街路照下去很奇怪 但是我也发现为什么这么多台山人 很多是四一人 就是一会我介绍这班人里面 很多是四一人的 1900年就来香港发展 就是承包工程 那个年代有不少人是靠承包工程发达的 当然说是发达 我们看到有些是逃跑的有自杀是有的 因为你接了个工程 原来你对那个股价猜错了 那你就要走路了 其实香港19世纪都有不少这样的情况 就是要走路 就是承包工程 那你看见我们中环那个 就是现在所谓 改过几次名 现在高等法 即是是高等法 即是是高等法 即是对着这个 华后像广场 那间大楼 以前做过立法会大楼的那间 其实这个时候也是遭遇了同样的情况 就是有些的承建商 我想猜错了一架 那有些是要走路的 所以最后就由陈亚棠完成 所以就搞到他可以在那个 纪念那个牌那里 就连承建商陈亚棠的名字都落 这个是非常少有的一回事 因为通常就是落西人的名字 落那个architect的名字 就很少落成建商的名字 那这个谭媛棠也是做这个包工 后来呢又开始做了保险 那还有呢 就是当时有一间叫做广东银行 就是他是广东银行的董事 那1925年的时候呢 他就做了保两的总理 第二年1926年他做了东华的主席 所以你看见那些人呢 就是保两保两 是这样做的 那就是当然有部分的人呢 我再看下去保两的时候呢 发现有些人是没做过东华的 就是他们只是做保两的 就没有做过东华的 那他就是他做东华的时候呢 他就找到 这个人也很聪明 就是他对东华又立下大功 对保两又立下大功 东华的时候呢 他就找到素杆普那块地 就在东华东苑 因为东华东苑其实找地方的时候呢 是遭遇很多困难 大家都知道呢 我们从来有个习惯的 香港多间医院好吗 好 不过不要在我家旁边 这个是由开埠到家都没有变的 那间医院不要在我旁边 那当然是需要的 所以结果很多人反对 所以这个东华东苑 终于搬到一个没有人反对的地方 那很简单 因为旁边是坟墙 鬼反对吗 旁边就是咖啡园坟墙 或者叫加露连山坟墙 那同样地呢 他身边也是在1930年 做了保良的主席 那也都是呢 就是 问政府拿地 政府批了 那怎样签建 怎样筹款 其实工程是非常之大的 那这个就是谭满堂一手 就是肩负的这个重任 那还有呢 是获准连任一届 所以呢 他的功劳是非常之大的 就是可以说是 就是由这个搬迁 到到新大楼的乐城到籌款 那他也都这个人也都做过 团房局的委员 也是一个叫四一商工总会的主席 这个四一商工总会呢 最初成立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为新海革命筹款的 成班是四一商人 我们稍后会提到一班四一商人 其实他们的照片呢 就是在保良这个大堂里面 他们也是做过保良的总理 其实他们是革命的 都是帮过孙中山革命的 所以是很有趣的一回事 那另外来说呢 就是这里这班人呢 就是捐一千元的 就是 河东是捐了最多钱 河东是自己捐了三千元 捐了三万元 另外他自己的夫人麦秀英 又捐了一万 所以他总共捐了四万 那所以那个大堂呢 是用他妈妈 就是用这个河东太夫人命名 是合理的 因为这个捐的钱很多 那这里呢 我们就会见到 就是另外一班呢 是捐一千元的人 那这一千元的人呢 就是 有些呢 就是 就是 就是几个名人的夫人 就是 羅玉和的夫人 这个 周俊年的夫人 周秀臣的夫人 等等 那其实呢 除此之外呢 其实都是 就是 有几个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那我们一会 会重点介绍呢 就是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 有几个 那就是这个 这个 简朗山 和简朗山的夫人 一会重点介绍 那和这里呢 会看到呢 就是有这个 这个的 仙司 永安公司 就是这些 都是捐了一千元的 那其实 其他那些捐这个 就是 捐五百元的人 就很多了 那只是这个 捐一千元的 其他这些全部捐五百的 所以这张照片 是小一点的 那这个是合理的 就是那些照片的尺寸 和那个 捐献的数目 是成正比的 那 那东华寶梁 都一样的了 那这里呢 就有很多 很多人在那里 那就 不再一一介绍了 那这些是五百元的 这个有五百元的 就是有三棵墙都是五百元的 好了 那接着呢 就是 就是 踏入今天的正题 那既然是 那个大堂 是叫做 何总太夫人的 纪念堂 那我们首先 就要讲这位 这位女士 她的名字叫姓斯 就是阿蒂 那根据他们自己 何家的说法呢 这个人是来自崇明岛的 来自崇明岛 大家知道崇明岛 是哪里 崇明岛 今天是上海的一部分 那 那 然后呢 就被人们卖了来香港 那 卖了来香港 做什么 大家可以想象 但是我就一直都很怀疑 这个说法 为什么呢 因为她的名字叫做阿蒂 老实说 我相信 在香港来说 大家都知道 叫做阿蒂 绝大部分 都是水上人 是水上人 几乎是 我不敢说 尊有 不过 一听见我剃字 我已经马上想到 香港的水上人 所以我很怀疑 她是否来自崇明岛 或者其实她是本土的 我真的不敢包 这个呢 就真是 很难说 但是呢 她就当然 因为她呢 跟一个叫做何士文 这个波士文 就是住在一起 那这个是一个英国的商人 但是虽然说是英国商人 其实她是 她是 sorry 她是荷兰商人 但是她是犹太人 犹太人 犹太人 大家知道 河东家族 做得这么厉害呢 大家想想 她的血统是犹太人 加华人 哇 杀了 有什么人的血统 比犹太人 加上我们华人呢 你说 贏了 是不是 所以 这个家族 这么厉害呢 其实 从血统 你已经看到 是不简单 那 尸体呢 就和这个波士文 生活了一段时期之后 就是 就是 生了几个小朋友 那当然 最大这个就叫 何东 第二个呢 叫何福 那我们知道 他有三 另外一个兄弟 叫何金棠呢 其实就是 尸体后来再嫁 一个姓郭的商人生的 所以就是 何金棠是一个纯种的华人 完全是中文 他是没有外国血统 但是他娶了太太的老婆 又是一个混血儿 那这个是另一回事 那 那么 所以呢 你进到大堂那里 就看到一幅这样的照片 下面呢 当然很多赞美的东西 说的话 那这个都是 其实这幅相 都不容易看到的 所以我在这个关帝厅 看到这幅相 都觉得 不简单 另外一个 看到这幅相 的地方呢 就是东联国苑 东联国苑呢 其实就是他们 就是 就是 何家 就是 可以说是一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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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东的另外一个夫人 就是 就是张联国 用 就是 用他手上的钱 去买那幅地 和建了这间东联国苑 这个就是 他的二楼呢 是有一个地方 就摆了 他们 何家所有人的 神位 除了 何东 何东 因为身边 进了基督教 他临死的时候 他要跟他的 大夫人 在一起 所以他就 信了基督教 所以他就 没有一个牌位 那么 何东呢 就是非常之孝顺 因为他也都知道 他妈妈受了很多苦 那孝顺 可以用什么方式 表达出来呢 一个很奇特的方式 现在没有的了 那年代才有的 就是 就是帮他的爸爸买个官 那 最过瘾的就是 第一 他爸爸根本 就是不是华人 第二 一早就走了 但是他可以 居然买 因为他要为了一个 母亲 他不可以 母亲不可以做 二品夫人的嘛 他一定要有个 二品的官 才有一个 才有一个夫人 叫二品夫人 所以他呢 可以说是 为了一个不存在的 爸爸买一个官 又被他买了 买到才能够才能够 所以他买了一个 通奉大夫 通奉大夫 通奉大夫是二品的 那就买了一个 这样的官 所以到母亲死的时候 他就可以 在悲悲中 立到 就是高峰 通奉 高峰二品夫人 那 真是你说是不是很孝顺 但是 这个是很奇特的方式 那就是 其实他爸爸 就是根本 就已经 去了英国 不存在 但是 而且这个 是华人 根本 不是华人 但是他居然 可以买个官 给他 就为了 所以你说这些 是不是很孝顺 那当然 他们遇见的地方 就遇见了在超远坟墙 一幅很精彩的照片 就是你会看到他们三兄弟 其实他们不止三兄弟 不过其中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 就是一早就腰折了 另外一个 就去了英国 恢复自己西人的身份 那一个就比较特别的 那 那王少林教授 在 前几年的一个 讲座里面 也都 很详细地做过很多研究 就是说他这个 叫做阿佳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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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完全 跟他们这个 家族 是脱了截的了 他回到英国 另外一样东西 在这里我们见到 河东坐在中间 那光头那个 就是河金棠 另外一边那个 就是河福 是不是 河福呢 就 三兄弟很密切的 他三个 轮流做余和的买板 那后面 就全部是他的儿子 但是没有办法认到 那些儿子 就是这里 其中有一个 就是我们知道 河福很多儿子 河东 就是 多少个儿子 是河东德 生了第一个儿子 就腰折了 那接着就过继了 河福的大儿子 过去 那叫河荣 河世荣 是做他第一个儿子 但是当然 后来他自己也都生了 就生了一个叫 河世 一个河世礼 那这个呢 就是 河世礼在身边有了将军 那另外一个大一点 是河世监 河世荣 就是 商人 但是 河东是很不喜欢这个儿子的 很不喜欢这个儿子 就扔了他去上海 就是没有眼睛 不想见到他 但是这个河世荣 是做过香港大学生会的会长 也都在他任内 是招呼过孙中山先生 去陆游堂 就是 很出名的那一次的 就是这个 那一次的一个演讲 所以呢 但是这里其实大部分的儿子都是河福的 但是我们就不知道哪个叫何世光 因为何世光就是何鸿燊的爸爸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认到哪个何世光 我就怀疑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呢就是这边最左手边的一个 一个是那边最右手边 其他那些都不是很像 那就是 看起来呢 就应该是 何福旁边的那个 和何金堂旁边的那个 这两个呢 的样子是特别的 大家有没有留意 他们是比较特别的 那就是 跟着的 这两个就真的有点像印度人的 甚至 所以 就是 就是 但是呢 跟着那些其他就 比较 嗯 嗯 那其实那几个都是 应该很多是何福的儿子 来的 那何福的那几个儿子呢 呢 就可以说是 拜了何福父身家的了 就是 他们都是 当然最拜家是何世光 就是 新哥的爸爸是 是 拜了 拜了他的身家 就是 那 就是 何东 大家就不会陌生的了 这个人 其实大家看他年纪就知道 他年纪就知道 1162年 他是比孙中山 的 他的弟弟何金堂呢 是166年 和孙中山同年 是啊 所以这个 即他们这个 比孙中山更大 但是他长命 比孙中山很多 他活到1956年 但是其实 他踏入20世纪之后 的身体一直都不好 的 也很奇怪的 他的身体一直都不好 但是不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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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ing 他叫啟东,他有个字叫曉生 既然是东面,所以一定是曉生 就是早上出生,所以叫河东 162年出生,他父亲的名字叫Charles Henry Bosman 就是荷兰瑞的犹太人,没有一个叫尸体 他由母亲独历抚养成人 毕业在中央书院,就是黄隐 最初做海关,接着就进去尔和 一直升到去做总买版 到1899年,一直到他做买版的最高峰 但是到1900年,他就毅然不做尔和的总买版 原因从哪里来呢?我个人相信 原因可能跟他1898年招呼康友为有关 他1898年康友为白日为生失败之后 走了到香港 曾经在中央警署住了一段时期 跟着去了河东屋住 大家都可以想象,这些不是河东个人的决定 这些是香港政府,甚至是英国政府的决定 所以他可以这样说,他就帮香港政府立了个工 背起了这件事 但是他作为乙和的买版,乙和有很多生意在大陆 大陆就一定不会放过河东了,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索性就买版都不做 其实这个是很大的犧牲 给弟弟做 他很妙的,他不做就给弟弟做 弟弟不做就交给弟弟做 总之他三兄弟就玩完了 他玩完之后就轮到那些子侄来玩 全部那些家族都这样控制了所有买版的位置 好了,他去自立门户 河东就做航运地产 香港来说要发,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地产 所以你一有钱去拼命买地,那你就搞定了 所以他就成为这个可以说是二十世纪 抗打仗前的香港的首富 这个我想是毫无疑问的了 一直到,可能甚至到五十年代他都是最有钱的人 他当然既然有钱要热心公益 又做过东华主席 他做东华主席那年东华刚刚又要筹款 他们好像又要建一个新的大楼 1898年应该是 1915年就封做爵士 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在山顶里有个河东的别墅 他有两个夫人,一个是麦秀英 一个叫张正荣或者叫张连国 我们不要理他了 他们河东和麦秀英就住在西魔道 张连国和子女都住在山顶 所以其实是分开住的 这个你会见到就是他的左手 这边就是张连国 那边就是麦秀英 另外后面那个就是何世禮将军 和夫人何世禮 他这个儿子自小喜欢当兵 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很奇怪 那么有钱都会让他当兵 但是你回心一想 那个年代中国最恶是什么人 最恶就是军阀 所以他让子女当兵 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那个时代根本就是靠打的时代 这个就是他的住的地方 这个就是鸿巷 其实就是在合一堂旁 西魔道的合一堂旁 他也在这里招呼康有为 康有为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 当然他是很感激河东的 所以他临走的时候 亦早送了一些墨宝给河东 那我们就一直想找这件墨宝 这件墨宝呢 这件墨宝呢 就是在哪个手上呢 这件墨宝呢 就是在何世禮的儿子 何鸿章的手里面 何鸿章是谁呢 那大家如果记得十几年前 闹到忽忽扬扬的 十姑娘那宗呢 那就是这个 男主角就是何鸿章了 那这个是何世禮的儿子 但是最近知道 何世禮都过 就是何鸿章过世了 不知道是一年前还是两年前 那这件墨宝呢 他已经落了进去 他儿子的手上 应该是他的媳妇 死了 他的媳妇是什么名字 现在的记性真的差了 不是 不是陈復生 不是陈復生 比陈復生更厉害 很厉害的 一个律师来的 雍正征没错 雍正征 所以我们只要落入雍正征手里面 就拜拜了 不用再找了 那这个就是他山顶 现在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了 拆了这个山顶 山顶 就是河冬花园 我们所谓河冬花园 就是这个 十几年前 那个时候 香港政府 想保留 但是 没有办法 因为 这个大楼 是落了进去 就是 河世礼女儿的手上 这个叫河缅军 没有办法 他儿子也没有传出 何鸿毅也没有传出 因为是给了这个铝 这个铝 说要拆就拆 所以终于 现在就没有了 这个已经是历史陈迹了 这张照片已经不存在了 已经整个拆了 重新建了 别墅 这个香港政府曾经想买的 但是不行了 这里有几十亿的 别说笑 那当然 现在连东英大厦都没有买 这个是纪念河东 和麦秀英的一间大厦 现在是否叫K11 我从来都对这些什么K11 K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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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K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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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对这些什么K11 K11 永远都记不住 当然东英大厦很容易记 K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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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相当厉害的 因为他一边就是 加尼文老道 其实挺厉害的 从尼敦道一直到 这个是什么 所以是 这里不是洛工 力工是另外一边 是的 是洛工是另外一边 这个东英大厦就是 其实他们东城很多都是他们河东的家族 全部都没有了 他们全部都卖了 即是他们的家族已经完全是撤离香港了 当然这个有点很有趣的 就是他和一些军阀的关系都挺有趣的 他经常想摆平所有军阀 那彭席是什么呢 彭席就是钱 有的是钱 别人都要给他面子 所以呢 就是他这个夫人 张年国也是帮他奔走 那样 好了 1931年保良局千元筹款 河东捐了3万元 麦秀英捐了1万元 所以他们这个家族捐的钱很多 总共捐了4万元 那就挺厉害的 即是如果你说是十几万来说 他4万元是一个很大的一笔钱 所以也都说明了 这个进去那个关帝殿 上面是写着河东太夫人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们的确捐了很多钱 那这个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东连郭院 大家就会看到这一堆的牌匾 这些牌匾呢 其实是反映了河东那种的 他那种长袖善武 即是他什么人都打关系的 所以你想想想 香港其实黎元洪的密保是极少的 黎元洪是继续 袁世凯之后 袁世凯之后 袁世凯到1906年过生 1916年过生 接着就到了黎元洪做过一段时间 所以他是做过民国的大总统 另外一个做过大总统的就是徐世昌 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的 但是呢 其实我们现在慢慢发现 北洋政府是 不是想象中那么差的 其实可以是说 被国民党抹黑了 就是我们通常都是这样的了 就是做过民党就走去抹黑 抹黑北洋政府 做共产党就抹黑 这个国民党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呢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 就不能够证明自己的存在 那所以今时今日我们发现 北洋政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你看一些外交人员 其实很厉害的 很多都很聪明的 那徐世昌呢 也是科举出身 那他呢 就是这个我想是香港 香港有两个徐世昌的密宝 但是处名的就只有一个 就是这里 就是东營国园 另一个没有处名的 做本社大总统的 就是在东华的大堂那里 那这个就是他们感激东华 帮他震灾 所以就有一个徐世昌的牌片 但就只是落大总统的下款 那另外呢就是也都有湖汉文 所以你看到河东呢 其实是 就是 可以说几边他都搞得了 那我们也都知道呢 在 1900年代去到最艰辛的时候 因为孙中山十字革命 九字革命 九字都失败 去到最失败的时候 肯捐钱给孙中山的 那个人叫河东 河东是没有落错保的 他之前不落 等着你最差的时候 下来一注 救回你 那 湖汉文就是当时的 就是同盟会 香港分会的负责人 那所以 这里又会见到 有湖汉文的 就是在东營国园的 对联 那所以你看到 河东是几变的人 他都行的 革命他也行 北洋政府他也行 这个人呢 可以说是非常之聪明 那这里看到就是 在香港坟墙里面 他跟他的夫人的母 那因为呢 那因为呢 就在日暂时期呢 河东呢 就是 香港陵陷的前夕 他应该是收到一个 神秘的消息 就叫他 立刻 一个人去到澳门 什么人都不通知 其实他刚刚呢 在庆祝 不知道是 金分还是什么分的 就是他和 麦秀英 因为他另一个夫人 已经过世了 这个时候 那就是 就是很多亲戚朋友呢 是特意来到香港去 去帮他 那谁不知呢 就是他收到 我想他收到 一个电话之后呢 他就自己一个恩 去了澳门 那跟着 日本就打香港 那所以 日暂时期 他就不在香港 那但是他的夫人呢 麦秀英呢 就应该是1944年过世的 那所以他 就是和平之后呢 他就回到来 就第一时间呢 去拜祭他这个夫人 那并且呢 那并且呢 在墓前面呢 是答应他 以后 死了之后 要陪他 那是不是 就真的不知道 因为这个是何鸿毅 告诉我听的 就是他的孙子 告诉我 就说 他扶着 他阿爺 去拜祭 他 那个 他妈的时候呢 他说 没见过他阿爺 就是没见过 河东 是那么激动的 就是他是很弱 就是要扶着他 他几乎 哭到 不懂得走 所以 起码 他在 臨死的前夕 就信了基督教 原因 只有一个 就是要葬在这里 那葬在这里 要符合三个条件 第一 英籍 第二 是基督徒 第三 是香港居民 那他三个条件 都 就是 只有两个条件 就差一条件 所以信牙交 那三个条件都行 那 这个呢 就是 他的弟弟何福 就叫 何扎生 何扎生 那 大家留意到 这里写着 何扎生 公遗像 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大堂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后人捐的 这五百元 就不是他自己捐五百元 因为他已经过了身 所以呢 后人纪念他 就捐了这个钱出来 所以他是遗像 就不是 就不是在生 那这个呢 就是何福 因为他1926年已经过了身 大家可以留意 因为我们在说 这个是一个303132的事情 所以呢 他26年已经过了身 那 香港出生 何东的包弟 同父同母 这个 同父同母 又是中央书院 何东也是中央书院 那 毕业之后呢 就做过 华文政务司 律师行事务所 做翻译 那跟着 就进去怡和帮哥 那到1900年 何东不做的时候呢 他就接任了怡和洋行的 买版的职位 就是接入了 那他也有很多事情做的 他也做过 东华保两团房局 华商总会 但是比较特别的呢 就是他这个是 他们家族成员里面 唯一 做过立法局议员的 何东 何金彤都没有做过 那1926年就去世 那楼下很多 好像有13个子女 你看见这些城房 都知道有很多子女的了 那这里就 我想前面那些是他的孙子 一不至于这么夸张 那些是女卷 那些是什么人 就不知道了 我想是他的媳妇吧 他应该不是很多老婆的了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家旅 1919年 家旅 你看见他们这些混血而家族 很有趣 就是呢 就是 有些是很西化 有些又完全是很传统的 就是穿了套 你看见那些小朋友 都还穿了一件长衫 长衫马套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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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金棠呢 就跟孙中山同年出生 1866年 但是当然他长命 孙中山 孙中山1925年就过世了 他就自帝生 因为他弟弟嘛 就是帝生 香港出生 何东同母异父 那 就是他应该爸爸姓郭的 中央孙院毕业 个个都是这样的 那条路是一样的 那就加入了怡和 后来就做了何东的助手 那 那01年因为何福做了总买板 他就做了副买板 那 就 其实他做很多生意的 就是不只是做买板 那么简单 还是做很多煤炭 金融 糖 花沙 甚至 做鸦片 大家留意这个鸦片是合法的 不要以为非法 但是虽然是合法 但是始终都是偏的 都是偏满 所以不是个个做的 但是做就发达了 就是你那时候拿到鸦片的那个专利 你是几乎实发的 我们讲的理性就是靠这种东西发达 那就是熱心公益 他 这个人很神奇 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何金棠 我想他是 他不知道有没有睡觉 他做的事好像是24小时不停做 因为他除了是自己做生意之外 他的功绩 他的生活 都是 简直是多知多才 又做了东亚主席 又做了保良总理 又做了结政局 又做了团奉局 又成立了姓右汉救商队 香港分会 香港政府叫他做立法局 因为他都不做 当然是不做 我是他 我也不做 你看他做什么 他有很多事做的 1926年第一个马会 华人马主 他喜欢跑马 他喜欢自己做粤 做大戏 他喜欢种花 又帮人看风水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 他有一个夫人的 不过有12个妾士 这个是他最有名的一件事 但是分开住 千万不要搞错 他自己就住金棠帝 他那些妾士都住了 一字排开 就是很特别的 但是虽然是这样 我们访问过他的孙子 他每晚都落到石塘咀 你说这个是什么人 他带着长孙何鸿濤 他跟我们说 现在过生 何鸿濤 跟我们做筹创孙中山馆的时候 就访问他 他就说 晚黑不是阿爷 阿爷坐着那些人力车 带着我去石塘咀 很多姐姐 他说 这些姐姐有水果给他吃 他唯一记得是这么多东西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何金棠 我觉得 我给你选 你宁愿做孙中山 还是仁愿做何金棠 你说 童年出生 这个人 真是超级神化 这个人 这张照片 你会看到何冬 何福 和何金棠 三个都在 你自己认 何冬是站在旁边的 这个就是 他接待 是港督 这个 这个 司徒拔 就是 Stubs 其实最初这个人 亦做史塔士 如果大家还记得 后来 当他是开平人 当他是司徒 就变成了司徒拔 当然 这些全部都是猛人 他就很特别 因为他 我们知道 就是 千远坟墙 就是 其实是何福 他们争取回来 就是说我们这群混血儿 我们是没有家乡的 我们呢 我们的家乡就是香港 所以我们死了 我们要撞回香港 当时就没有一个 体面的坟墙 所以他们 香港政府就批了一个地 给他们 就是所有 不是所有混血儿都撞在那里 不要搞错 是某几个混血儿家族 可以撞在那里 那就是 其实全部都是和何冬有关系的 这就是 这个超远坟墙 还有一件事很好笑的 就是批了出来之后 原来他是没有拿到英国那边的同意 后来他才发现 就拿了所谓 Covering Approval 大家做过政府工都知道 Covering Approval 是最稳定的 就是最认 那为什么他那时候 那个港督不批上 不申请上去呢 这件事又奇怪的 就是思想受受 那你看见他们的家族多威 那但是何金棠呢 就不肯撞在春远坟墙 他就在旁边呢 就搞了一个叫河庄 他因为他看风水 那这个河庄呢 其实是一个坟墙来的 不过就好像一个花园那样 大家看到这些照片呢 就完全一个人都没撞下去 所以是一个花园来的 但是实际上呢 他就不是花园那么简单 他是一个坟墙 那何金棠和他的夫人 就在最高那里 所以你看见呢 其实他的妾侍在下面的 一字排开那些就是他的妾侍 所以 夫人只有一个 所以不要说他很多老婆 其实他老婆只有一个而已 其他那些是妾侍来的 所以呢 你看见这个呢 就是这个河庄 这个地方挺有趣的 不过呢 就不是那么轻易去得到的 因为这个超远坟墙 要认识人才能入到 那里面就葬了河福 当然现在新歌去里面 就是何文新都在里面 就是他们家族的成员在里面 那这个呢 就是亦都很有趣的一幅相 河冬在中间 另外一边是何金棠 另外一边就是刘柱柏 劉柱伯在這裏 這邊這個是劉柱伯 劉柱伯是二十世紀初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他是做過立法局議員 很多事情跟他有關係的 成立華商工局等等都是他 後面最高的就是陳啟明 另一邊是何福 另一邊是羅長韶 羅文錦的父親 我們一會兒都會講他的 他的慈賞也是在關帝中 羅長韶 羅長韶比較簡單 1867年 即是他比何金棠大一年 小一年 歐雅雁月兒 他的父親叫做Thomas Rochewell 母親叫做曾友 這個曾友跟何東的母親很友善 所以結果羅長韶的姐姐 嫁給了何福 所以看見他的關係是這麼過癮的 全部都是這麼好玩的 所以跟何家結為很好的朋友 但是到羅長韶的兒子的時候 就娶了何東的大女兒 所以就親上加親 所以他的關係就結成一個很大的關係網 所以他們做生意就無枉而不利 因為消息很靈通 羅長韶早年又做過兒和 後來又跟樓柱八十河東河金棠 陳啟明就創辦一個大友銀行 他也是做過東河主席的 1915年做過東河主席 也挺早的 這個他的兒子 他的兒子就很厲害 這個叫羅文錦 大家都可能會聽過 還有這個遲想的年代 羅文錦很年輕 很年輕 我看到羅文錦結婚了 羅文錦就是娶了何東的大女兒 何東的大女兒 就是叫何錦芝 英文名很有趣 英文名叫Victoria 因為那年是英女皇 維多利亞女皇 不知道是登基五十周年 還是什麼 她就叫Victoria Jubilee 這樣的名字也有 你就知道 認識也是很重要的 在香港是要認識做 所以他這個大女兒就嫁給羅文錦 所以大家在這張照片裡 看到突然間又很西化了 剛才那些穿了 這個又突然間很西化 其實是財子姦人的 的確是財子姦人 你看看何福還在生 何福去到1926 很早在1918年結婚 那這個羅文錦是羅長潮的大兒子 香港出生 1906年13歲 英國讀書 1915年 就做了律師 通過這個律師試 而且他是第一屆獎 全英國學第一 非常厲害 所以你看見這些家族混血兒 真的不簡單 當然 自己有家底 是有利益的 不是表示她不懂中文 她的中文 很多時候其實是在家裡 找一些熟師來教的 所以其實中文都可以的 然後回來之後 就立刻 第二年就和她的弟弟 羅文慧 就扮演了這個 Low and Low 就是這個 羅文錦律師樓 1918年 真的很快 三年之後 就娶了何東的大女 何錦芝 當然她的兒子 就叫做羅德成 大家都會知道 羅德成就是 就是她的兒子 所以羅德成也是很厲害 就是說厲害是厲害的 那羅文錦和商場 就是她除了做律師之外 她是N間公司的董事 中華電力 大酒店 省港口輪船公司 九龍倉 智地 全部都是 其實當你回到差不多的時候 這些大公司 就會找你做董事 就是其實這麼簡單 就很受尊重的 她是很厲害的 這個人 但是她又熱心公益 又做過東華和寶良的主席 先後成為結證局 屯房局委員 1935年又做了立法局議員 1946年 接替羅玉和做行政局議員 那她呢 那些人對她的評價 就是她在立法局裡面 說的話 是其他所有華人議員的總和 其實原因很簡單 因為她英文好 是這麼簡單而已 那你律師 在英國讀 那你誠考英文 就是可以說 在表達上 一些障礙都沒有 但是老實說 大部分的華人 即使 即是 是富二代 其實不見得英文一定好得這麼厲害 即是如果你在香港長大的話 那所以她的英文就很厲害 那她的人很厲害 那所以呢 她在立法會裡面發言是很多的 那見識良良多 那在1959年呢 就剛剛愛丁堡公爵 就來香港 那就有個宴會 她出席完宴會回到家 就心臟病發 那就拜拜了 那所以 但是她的老婆呢 就活到好像92歲的 就是這個 這個何錦芝呢 是很長命的 那麼 戴到晚年 好像眼睛好像盲了 接著介紹這個叫做李寶葵 和叫做李逆梅 這些兩兄弟來的 李寶葵是李哲的第二個兒子 李逆梅是他第六個兒子 那麼我們看看這個俗譜 你就會看到出來 就是 其實 哇 這個畫面大得這麼重要 我們看到這個就是李星 玉行就是李星 旁邊那個就是鏡喘就是李哲 其實是兩兄弟來的 李星有八個兒子 李哲有八個兒子 那所以這些家族呢 就 你繼續承下去 其實是很厲害的 可以變成是 即是凡顯生色不能盡綠 就是這樣來的 但是呢 李星的兒子就是一般的 李星的兒子 叫做最好的就是兩個 一個就是李寶春 那個叫做最像樣的了 其他那個呢 其他那個呢 有一個呢就是 就是 把那些錢全盡了 捐給孫中山的 的 晚年要國民黨養的 那個其中一個兒子 應該是李寶倫 那個應該是李寶倫 那個應該是李寶倫 但是李哲的兒子是厲害的 李寶葵 李逆梅 這兩個都是做過 東話的主席 還有一個的 我醒不醒是誰 他三個兒子都厲害的 那麼李哲 李哲其實都很威的 都很厲害的 當然李星就是靠 就是他拿到這個鴉片的專利 那麼就把那些鴉片 就賣掉去北美洲 因為他是做 他做金山莊的 那麼當然呢 李哲也都跟他哥哥在一起了 但是他們 你看見這個李哲 他就是 跟著賺到錢就做地產了 他就在永安街 永吉街 永和街 永勝街 就是他開發的 但是稍為年長的朋友都知道 這些四條街在上環很厲害 當然現在根本上已經面目全非 很多 就是 永勝街應該沒有了 永勝街真的以前是鴨蛋街 永勝街也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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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填了海之後 其實他們很多地 很多地 怎麼看到他們很多地呢 大家看看這個就是 中環填海的時候 他們列出了究竟哪個地皮是誰 他們就發現 李星 大家看到69號地段 就是 李星、李哲、李元卓 李元卓 然後就是 這個 37 37 也是 李星、李仇堅和李哲 所以 其實 很多地都是李星的 所以 自地成立的時候 就邀請李星進去做董事 因為他太多地 但是李哲也不少 李哲死的時候 他的遺產 就分了給八個兒子 但是他那些都挺厲害的 你看一下他的 米鋪 所以 其實後來 李哲葵 就是做越南米 其實是繼承自他爸爸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就是有些 是做越南米的 安南米 上環聚益 安南米鋪 四川兩 這些是股份 所以 大家看到他是很有錢 安泰燕疏股份 澳門紅毛泥公司也有 那你看那些 當然有不同的地段 就是 和珍藏園 尼華地 尚環 甚至 去到省城 也有 有些是佛山 所以 其實是很多錢 這個李哲 留下很多錢 但是分了八個 就分到薄了 不過不要緊 李哲葵自己也行 那灣仔 大家知道有條街 叫李哲街 你就知道這個地 也是李哲的 那李哲葵 一八七二到一九六三年 他都很長命 李哲的兒子 一八七二年 他在佛山出生 到了成年之後 就來到香港 跟爸爸學 做生意 李哲死了之後 他繼承這個米行 自己又創立了另外一間 專門做越南米 我們知道香港大部分 是簽羅米的 但是他就做越南米 但是就做得很 很滴 那之後呢 又做輪船公司 你看看他們很厲害 就是 又做米 又做輪船公司 又做保險 又做銀行 所以其實呢 自己運轉 就是你 就是你 你又可以 運輸 又可以做米 又可以買保險 所以 是 是很厲害的 那 熱心公益 做過東話 裏 不夠米吃 就搞到幾乎暴動 因為那年代吃很多米 不像現在那樣 現在不夠米是不會暴動的 但是那年代 三餐都是吃米的 大家知道早上都是吃飯的 三餐都是吃飯 所以米需求很多 所以1919年 因為越南的米不運出來 泰國米不運出來 日本的米失收 結果我們就要回到內地 利用我們的關係去搶米 之後香港政府就要規定 香港是要有一定的米的儲存 將米列為一個受監管的一件事 所以就找了李寶葵做 這個所謂 要做這個 糧食維持會 維持糧食這個會 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怕突然間又沒有米吃 那些人又會騷亂 另外來講 就是他和北洋政府關係又好 很多獎賞 其實從晚清開始他都可以了 1963年香港去世 91歲 這個是他最長命的一個 他也是十七個華人永遠墳場的殖里 裡面最後一個撞進去的一個 其他的一組已經排隊進去裡面 就是那幫創辦人 他是最後一個 他的弟弟就是做華人置業公司的創辦人 他也做過米的 所以我想 始終他的爸爸 保留下來的米舖比較多 李易梅也是做過主席 東華主席 1925年做保良的主席 所以他兩邊都做過主席 還有他兩邊都是 大家記得 幾乎是那個 廳裡最早的照片 都看到他們 這個就是華永的創始人 華永永墳場的十七個人裡面 十七個人裡面 尤其是有好幾個都不是葬在那裡 有些是自己有墳場 留住伯就葬了回鄉下 所以是比較特別的 但是其他那些大部分都在那裡 那接著就要說這個家族 這個家族現在去到香港 現在去到第五代了 莫家去到第五代 第一代是 第一代是莫士羊 莫士羊是買版 他是瓊記 美商瓊記楊在他買版 然後做第二代就是 莫祖全是太古的買版 莫幹生繼承他的父親 也是太古的買版 一直是 其實做到大概1930年左右 太古就廢了買版的職位 實際上是炒他魷魚 因為發現他食嘴很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炒你 你做了這麼久 你三代了 所以廢了這個職位 用華人經理來代替他 這個家族很厲害 莫士羊是珠海匯同村 他現在的祖堂很大 你可以用他去找 我也帶過他們一後人去看這個祖堂 但是他們全部是太古 控制了太古的買版 所以他們的兒子和孫子 所以你看到 是一個很誇張的情況 就是太古只是信聖莫的 結果被聖莫的找了笨 一定是這樣 你就去到處都是 太古也是 香港也是上海也是 廣州也是 都是他們姓莫的 還不止 還一直下來 全部都是姓莫的 所以有些人以為太古是姓莫的 做老闆 其實不是 其實是SWIRE 大家都知道 Butterfield and Swire 那麼 莫士羊是第一代 其實他是廣州十三行出身的 然後就是做了 他做了美商瓊姬洋王的買版 那麼他是做過東話主席 莫祖全就是太古的買版 那麼其實他就是第二代的買版 那麼他是很聰明的 就是他們怎樣賺錢 很多賺錢方法 他們的賺錢方法就是圍繞著他做買版的職位 當然他有很多的關係 就是他買貨買貨他很熟 那麼另外他自己就成立了一間 就是太古堂很出名 他自己成立一間麻包公司 專門是壟斷了太古堂的包裝 但是後來就被太古老闆發現他的價值還高過市值 就是他的麻包比外面更貴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麼遲才發現 這些應該早就發現 所以就是很有趣的 他們其實是自己做私幫生意的 他除了做買版 因為買版是很有趣的 買版是收納稅的 但是他其實自己開南北行 所以他也是買版又是南北行 他開金山莊也可以 所以是一個很神奇的情況 當然就說莫祖全的時代 當然是今天的太古城 原來就是太古船路 可能他利用華人的身份 也找到很多華人的光顫 所以是有作用的 去到第三代了 莫幹生 莫幹生就是讀過中央書院 讀過黃隱 所以他是正正經經的 英文應該是正正經經的 其他那兩個應該是一般的 莫士陽我想英文不太好 但是說了Pigeon English 就是不夠答舊的那種 莫幹生應該是比較好一點 而且莫幹生的時代就是 他 但是這裡出現了問題 他這裡就是 太古捐了錢給香港大學 成立這個太古的基 什麼 基 基於School of Engineering 但是那間已經拆掉了 現在是在博富林道拆掉了 以前我們在博富林道上去 就會看到這間 就是那間 香港大學裡面的工程學院 太古的School of Engineering 然後呢 他到了大罷工的時候 似乎出了問題 因為他老闆說 天津和漢口那些人都還在做事 為什麼香港那些人都停了 那開始就對莫幹生的信任 開始打了折扣 然後當然發現他有很多問題 哇他這個厲害 建了一間這樣大宅 那這間店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間店其實就是今天的聯邦花園 今天的江德道 江德道上面就是有一間 reelty gardens 在聯邦花園 那他建這條路呢 是要向香港政府申請 那還要隔壁給他 那幅地給他來建 那還有大家留意 他這裡有一部升降機可以直上的 即是那個年代是很厲害的 一間大宅 那當然現在就沒有了 那些傳說就說太古的老闆 去他家裡作客的時候就發現 他的房子比自己那家更漂亮 那這個是假的 這個應該不存在這麼傳奇 那但是我記得有部電影應該在這裡拍的 生死亂 沒錯 love is a man is better thing 就是在這裡拍的 那所以這間店呢 都挺厲害的 1917年做過東話總理 那當然他也做了一些好事的 因為他跟歐澤民 就夾粉成立了這間叫文生書院 一個人一個名字 那邊歐澤民他是莫幹生 所以一邊文一邊生 所以就出現了文生書院 現在文生書院有九龍 香港又有一間 所以就原來是啟德賓 另外這位人兄 可能知道的人會比較少 這個叫林蔭泉 林蔭泉是做什麼呢 他是做工程的 那這個就是很出名的 生理建築 其實生理建築 是香港很有名的建築公司 很多工程都是他們承辦的 他承辦的工程是包括了 港督的山頂別墅 包括了舊的油政局大樓 大家都公認這間 是香港曾經有過最漂亮的一間建築物 就是現在的環球大廈那個位 這個是他建的 另外有些水堂也是他建的 大潭水堂也是他建的 所以這個生理是接了很多政府的工程 政府也很相信他 所以當然也有錢 這個林蔭泉也是捐了五百元 補樑建新大樓也捐了五百元 另外你看到這個就是政府出的標 就是灣仔填海 灣仔填海的時候 結果他們就投標 結果就是生理投道 lowest speed 聖木 lowest tender 就是最低價投道 就是二百多萬 二百七十六萬六千八百九十九 這個就是灣仔填海 都是由生理田的 林蔭泉的生理建築田海 所以他的工程很大 這個就是灣仔填海 大家知道這個年代的填海 填了出來之後 那條就叫做告示打道 就是海邊的告示打道 然後你看到這個很清楚了 看到那一塊就是收盾球場 刺了出來的那一塊就是收盾球場 其他這些樓全部都是幾乎一模一樣的 從軍力廠街一路去到哪裏 那裏是哪裏來的 整個灣仔 都是生理負責田 那接著就介紹這位人兄 這個叫李瑞琴 其實他叫做李炳 五華人 其實很多都是打石的 五華人 小時候跟爸爸來香港接受教育 接著就做工程 他又是起水堂 又是收工路 那 Sorry 這個深水埗這個字 我沒有了一個寶字 那麼就槍辦深水埗公立醫局 還有捐地建這個深水埗街市 那他在深水埗有很多投資 那他也做過東華一同寶兩的總理 那也是華人永恆牆的窗見者之一 還有他呢 因為他是客家人 他就成立了一間叫做宋政總會 其中一個創立人 那但是他最繁殖人口的呢 就是他是 就是當時宋王台呢 就想拆 那麼有很多人呢 向香港政府提出 就說這個地方是古蹟來的 不應該拆 那最後呢就是李炳自己 出錢去維修好這個宋王台 當然我們講這個宋王台 就是聖山了 就是今天炸了那個聖山 這個成立的宋政總會 是一個客家的組織來的 那麼大家看到呢 深水埗很多樓都是他建的 那麼另外就是這個深水埗公立醫局 這間建築物非常的漂亮 那麼這個也是跟李炳的捐獻有關係 就是這個了 就是這個就是當時的聖山 其實今天那塊石 只是山上一塊石來的 就是那個宋王台那塊石 那麼大家會看到的 那麼就是他出錢呢 就是收拾了這些路 整整了這些牌坊 那這個呢就是 就是都是李炳做的 那麼就是這個東西 那麼現在只剩下一塊 就是日漸時期 因為要擴建其他機場 那麼所以就炸毀了這個地方 整個聖山沒有了 那麼大家都知道 那麼幾年前 在聖山那裏掘下去 就發現很多東西的 那麼現在就在 宋王台站那裏展出 其實就是這個山腳那裏 那麼這個地方可能宋趙 也就是一個 就是有人在那裏生活的地方 那麼這個也都跟我們 傳說中的宋帝丙的故事 似乎有點混合了 那麼華永蔡萬人都是 就是其中一個就是李炳 那麼建築商 那麼另外這個地方有幾神奇的 大圍的玉山草堂 不過我都沒有去過這裏 就是 那麼跟著就要講這位 簡朗山 和她的夫人 他們都是每一個人捐了一千元 另外 南陽兄弟煙草公司 又捐了一千元 即是她捐了三千元 都算是一個捐了幾多的 那麼這個是南陽兄弟煙草公司 就是這個姓簡的家族 簡趙南的家族 他們成立的 那麼簡朗山是其中一個 不是很出名的成員 但是其實她也很有錢的 那麼這個就是 就會跟孔勝堂有關係 那麼大家知道孔勝堂 旁邊就是孔勝堂中學 那麼我們就不是講中學 我們講這邊的孔勝廣堂 這裡有一條樓梯 在家族聯山道 有一條樓梯上去 這個就是這個廣堂 那麼這個廣堂就叫孔勝堂 孔勝堂很漂亮的 這間廣堂 那現在就是已經是一個法庭固跡了 那麼這個廣堂就是當年就是這樣的情況 當年就是由簡孔超 就是簡朗山公捐建孔勝堂全座 這個是民國幾年 1935年 1935年的時候就是這個簡朗山公捐建孔勝堂 全座孔勝堂是他捐的 所以這個人是很有錢 亦都很有心 因為那個年代 其實香港有一幫商人是專恐 就是覺得要推崇這個儒家的儒教 很積極的 所以其中是一個 就是很多 我們講的李寶葵 其實整班都是很熱忠於搞這件事 那麼這個簡朗山 簡朗山是捐了這個廣堂出來 那麼當然他的兒子就叫做簡孔超 但是他現在簡孔超的孫子 就要重新活化這間建築物 那麼簡孔超的孫子就叫做簡永禎 簡永禎的樣子和簡孔超是一樣的 哇我看見他 哇你和你完全一樣的樣子 你看他的樣子是很有趣的 那麼這個就是簡家捐的 那麼當然就是他們也是保良局的 就是捐了很多錢 那麼所以你看這個都很厲害的 就是你看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對戀的下戀 你看這幫人都是當時最顯客的人 什麼周索審的一幫人 那麼另外有朱宇珍的提志 朱宇珍是孔勝會的負責人 那麼他是客家人 他是一個又是前清漢臨 那麼這個裏面很漂亮的 大家有沒有去過 很漂亮的一間建築物 但是這裡就考試的時候比較窄 大家留意到是他的排列是很有趣的 這裡是考試的情況 因為這邊不是前台來的 但是他斜得很厲害的 如果他不是這樣排列是很容易偷看的 其實算了被人偷看就算了 所以他考試的時候是扔轉 就是這樣坐的 其實也沒有陰功的 但是他真的斜得很厲害 斜到你簡直看到前面的桌子 所以是很容易 很容易 那麼跟著教了一個比較特別的人 就是這個就不是壞人了 這個叫勒敦志 這個應該是勒敦志家族在香港的第一代 這個是H 這是第一代 那麼勒敦志夫人捐銀一千元 那就由她的夫人捐銀去紀念她 就是這個時候她已經過世了 那麼這個是第一代的勒敦志 這個夫人就令我有些驚訝 這個樣子像不像華人 有兩分像華人 因為不是很像他們那些人 但是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他們是不可以娶華人做妻子的 一娶華人做妻子就出軸了 根本就不可以再撞在她的巴斯墳場 但是距離零四四是撞在巴斯墳場的 Anyway Hermosy Rutunji 1884年在孟邁 他們基本上都是在孟邁 那麼這些大家都知道 其實他們是波斯人 但是今天的伊朗 在七世紀八世紀的時候 就是被阿拉伯人 就滅了這個波斯帝國 以及將伊斯蘭教傳了進來 但是這幫人本來是信拜火教的 所以有些就不肯接受 這個阿拉伯人的管治 就走了去印度 很明顯 因為他在海裡一出去就已經是印度的西邊 所以很自然地就在孟邁這個地方住了下來 或者那個地方叫做 Gujarat 古吉拉特邦在那裡住了下來 但是英國佬來了之後 他們很多時候跟英國人一起 就來我們這裡做生意 就是來南洋 以及來到廣州一帶做生意 那Hermosy Rutunji就遲了 他就不是廣州的年代 他是開了埠之後 1884年 就是慢慢來到香港 最初在打工 然後他就自己開了食品公司 1913年 他們把生意交給兒子 這個就叫做J.H.Rutunji 這個是他的兒子 兒子就發揚光大 把他搞到很多地產 出入口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就成為香港一個很顯赫的家族 什麼特別呢 1913年 J.H.Rutunji 就在深井開了第一間啤酒廠 這間叫做香港啤酒廠 去到1948年 才賣了給生意啤酒 就是之前他是香港啤酒廠 那這個是J.H.Rutunji 這個是Hermosy Rutunji的兒子 他的兒子 他的兒子就叫做Dun Rutunji 叫做Dun Rutunji 這個是最有名的一個 捐錢成立了這個房奴會 以及今天 以及Lutunji療養院 最初就是Rutunji Sanatorium 現在就變成了今天的Lutunji醫院 即是前身 可以這樣說 而寶良公在1932年 初見新院的時候 這個Hermosy Rutunji的夫人 就以先夫的名義捐了1000元 那其實就是 這個是第一代的Rutunji 即是H Rutunji Hermosy Rutunji 這個 所以也挺有意思的 即是他雖然不是一個華人 但是都是 即是他都 即是Lutunji夫人 都是捐錢去紀念他的先夫 那這個就是他的兒子 即是第二代的Lutunji J.H Rutunji 這個就很厲害 這個是 做到CBE 就是這個房奴會 房奴會 另外這裡就很有趣 這裡有一間白樓 Hermosy Rutunji Hermosy Rutunji Hermosy Rutunji 就是Lutunji家族 在他們搞香港啤酒廠的時候 他就是在深井附近 就建了一間這樣的 一間這樣的別墅 一間這樣的建築物 風景是非常漂亮的 因為看著海 一邊是青衣 一邊是大嶼山 其實這裏就是青山道 這裏走下去深井也是很近 十分鐘左右 這間建築物 現在就是機場 機場是甚麼 很刁鑽 這個名字很容易 很難記 核心計劃展覽中心 遲些會有一個機構 會活化它 另外要跟大家說 現在幾點 快點 這個就是李玉堂 李玉堂就是 入營入格的 你看他的樣子 他是香港的 台山人 十八歲 其實他從美國回流回來的 來到香港 他就很棒 他開了金利園 永利園 以及搞了聯益保險公司 以及和朋友 創立康年人壽保險 開創國人買保險的風氣 然後他有很多保險公司 這個是保險大王 特別值得留意的 這個人 就是1906年 成家人加入了同盟會 我們知道 同盟會是孫中山 在日本 成立的一個 集合了不同的革命的團體 成立的一個組織 加強了反征的力量 之後 接著 1906年 就在香港成立了 香港分會 同盟會的香港分會 這個李玉堂 第一時間 就加入了這個 同盟會的分會 還有他的女兒 女婿 他的兒子 也是做過同盟會 特別他的女婿 叫做馮志柔 如果大家稍微比較熟悉 生日革命歷史 馮志柔的名字 是相當有名的 因為他寫過 新華革命的歷史 1911年 就是廣州光復 我們知道 武漢的武昌起義 成功了之後 其實每一個省 就各自宣佈獨立 就不再跟清朝了 自己獨立 那麼廣州 就是我們廣東 是稍微相似的 才獨立的 那他獨立之後 胡漢敏就帶著臨戶 李玉堂 陶兆康 和武漢敏 這班人 就回去廣州 他就當了財政部長 不過 據說他搞得 財政一塌糊塗 然後他就不做了 回來香港繼續搞 創立廣東銀行 這個人當然 香港很有錢 他也很熱心 那麼 廣東銀行 這個很有趣的 這個就是他 他和他的兒子 李志仲 是真的參與革命的 隔壁那個就是李樹芬 很出名的醫生 養和的一個很出名的 就是 他又不是創辦人 但是養和醫院 就是風山水起就教他 譚兆康 這個也是在一個 關西那個 比較少人認識的一個人 譚兆康是建造業的 生理 他其實最初 就是生理做 跟著就自己立門戶 就做了一間叫永理 跟著就餘理 就接了政府工程 這個人其實就是 1906年加入了同盟會 香港分會 負責籌響 黃花江起義失敗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潘達薇負責 去執葬那幫革命烈士 但是他又不認得那些人 就叫譚兆康去幫他忙 就回去廣州 辯認這些人的身份 所以他真的參與過這些事情 革命政府成立之後 就叫他做財政名譽院 看見了 又做過什麼建築工程師 國民政府的一等 第一級的勳章等等 這個人最有趣的就是 他做過東話又做過寶兩 更加創辦了一間叫 麗澤中學 這間學校還在這裏 我以為是撿了 好像還在這裏 麗澤 不是很遠的 廣東裏 是 是嗎 你讀過麗澤嗎 你記住 這個創辦人 這個 但是這個譚兆康最有意思的 就是他寫過一本書 叫做《中國新來革命回憶錄》 這本書很重要 因為他記錄的東西 他不記錄是沒有人知道的 其實是講同盟會香港分會的運作 以及誰經過錢 在這本書裡面 他就說 去到一九零九年 他們最 因為 李孫中山一次起義後失敗 第二次又失敗 第三次又失敗 第四次又失敗 第五次又失敗 一直這樣失敗下去 到最後誰肯捐錢 是不是 但是 河東呢 看到最後一著 他就來撿的時候就捐錢 捐錢也有方法的 所以 這個是沒有什麼人知道的 但是 因為我們平時就說 河東是沒有捐過錢革命的 但是 譚少康這本書裡面 真的記錄了 在他們同盟會香港分會 最艱難的時候 捐錢那個就叫河東 是在他本書裡記錄的 其他紀錄是沒有的 河東自己也不出聲的 所以呢 所以這本《中日生日革命回憶錄》 是很珍貴的一本書 是專門說香港 如何投入這個《生日革命》 這裏就是《黃花江》 另外一個叫《五於詹》 其實他的兄弟 就是五於什麼五於密的 全部都是五於什麼五於密 全部都是葬在 在博富林的基督教墳場 全部都是基督徒 全部都是基督徒 他這個人其實是做海美的 做深容的 其實他是在南北韓做深容 也都是同盟會 也都是四一雙工總會 看到了 他們跟李玉堂成立 四一雙工總會 陽城保險這些是革命籌響總部來的 他也是一個很熱心的人 也是在孫中山建立 胡法政府的時候 他就變成功級局長 然後做財政委員會 那些其實不做就罷了 因為老實說 全部都沒有錢的 結果回到香港做生意 然後又做過東話 又做過寶梁 還有這個人很熱心 基督教會的 這個五於斬 孫中山說他是 吾黨之信仁革命之義士 這個對他很大的評價 他的墓也都在博富林 後面有一個很長的悲記 就紀律了他的生平 這個五於斬 比較冷本的 譚少康五於斬 我想大家未必會聽過 但是 原來他兩個都捐過寶梁 這個我也不知道 原來也是 寶梁 就是 簽建的時候 他有捐錢的 這個就是李樹薰的務 李樹薰的務就是五於斬 幫他提 見國有方非一日 著書無字 不遷秋 這個字是五於斬 提給李樹薰的 這個是 李樹薰是革命元老 李樹薰也是做過孫中山的 私人的醫生 最後要提到就是這位仁兄 其實你發現 在他這個大堂裡 最顯赫的 最光眼的 都不是 何東的太夫人 而是胡文虎 你留意他兩塊 一塊這樣 一塊這樣 兩塊 一塊是1944 一塊是1942 你就發現兩塊都是 最不應該在那個時期的時候 就是日漸時期 日漸時期 其實是一個很慘的時期 但是你看見胡文虎 似乎是 東話的情況都是一樣 東話在日漸時期 搞到幾乎倒閉 真的倒閉 不是開玩笑 他們打算倒閉了 他們首先要賣常產 沒有人肯賣 他打算倒閉了 因為打算東話 從1938年開始 幾乎全知是政府資助 都日漸時期 日本人不資助他 他就撿了 還有他有一些醫院 被人佔用了 他的學校停了 異學停了 所以很艱難的時候 胡文虎也是捐了一些米給他們 所以你就發現胡文虎 似乎在打仗的時期 他是碰當的 他又可以幫到東話 又可以幫到補量 他是什麼人 他是客家人 福建永定人 他的弟弟叫胡文炮 生於仰光 他們是緬甸華僑 然後就開設了永安堂中藥店 其實是他第一代 第一代 他是第二代 他就將永安堂總統 在1923年搬到新加坡 所以你會看到一件事 就是當你要在整個東南亞發展的時候 東南亞的中心就是新加坡 但是1932年他就將總共搬到香港 就要拓展中國大陸市場 所以你看到 新加坡和香港之間的關係 就是很微妙的 一個就是 要發展和大陸的生意就是香港 因為香港是隔離就是內地 但是你要發展整個 因為他那些是萬金油 那些藥油 所以他在東南亞發展 他就一定要搬到新加坡 香港就升到日報 泰國就升潛日報 新加坡就叫他什麼 還不記得叫什麼日報 總之每一個地方都有日報 所以他就 這位仁興是1954年 在檀香山病世 他死了之後 他自己就沒有親的子女 他兒子一子一女都是養的 當然那個女兒就是胡仙 他兒子就叫胡好 但是胡好很快也是 好像是一次意外裡面 也是過了生的 剩下胡仙一個 所以以前星島就是胡仙辦 這個就是他們那些藥油 胡文虎、胡文炮 那個年代很流行藥油 我想那個年代醫學 不是說很聰明 所以藥油就變成一樣很 就是隨時可以用得到 很方便 可以放在家裡 就是備用的藥品 所以他就可以推銷得這麼厲害 當然最潰激人口的 就是他那間虎炮別墅 以前有一個塔 另外有些 就是這間東西還在 他的大宅還保留了 但是周邊那些 什麼 十八層地獄 歐利根 那些又沒有了 以前小時候看得很害怕 這些 我想大家都 就是部分朋友都會有些記憶 就是很害怕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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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星矩日報 他扮演的報紙 那麼 就是 那麼 大致上是這樣的 那麼我想 就是 現在的時間 播一些片給大家看看 就是 這個 借天賜 很有心 這個電機 電機是一個三一 也有幾百人出席的 我想這個是譚滿堂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肥肥的 哦 又載到了 這個好像不是 飄來的 啊飄 是的 港督 這個電機典禮 哇 那裡 大 哦 這裏上了 其實這裏對面就是 就是 拜火教的那個總部 其實這個就是飄 他這裏沒有聲音的 沒有聲音也好 沒有聲音也好 羅玉和夫人 對了 羅玉和夫人 也是混血兒 應該是 那麼 羅玉和 那邊是阿飄 那麼 羅玉和 哇 這裏 這裏 陳年伯 沒錯了 這個陳年伯 這個曹善韻 這裏是誰來的 這裏是鄭家寶寺的影子 看見 周壽辰 啊 這個道四端 周俊年 我們剛才叫他鄭家寶寺 他是阿sir 你留意到那個年代還是穿唐裝的 基本上大家都是長衣馬掛 1931年 周壽神都已經很大年紀了 真的 咦 這個是不是麥秀英 對 果然是 何世良 何世良也是何東的兒子 何福的兒子 這個很容易認 這個好像是梁拔羽 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就是逐個入場 好像 我想西人可能是兒和 太古的買版 鄧紹堅很年輕 鄧紹堅很年輕 現在已經當東話主席了 鄧志娥的兒子 我想大家會比較熟悉的就是鄧紹堅 其他的可能 這個也是曹善雲 曹善雲是比較親政府的 很年輕的鄧成均 鄧身穩 都對方光臨 受到某一個類型的 那年代潮州邦应该没有那么厉害 基本都是广东邦的 这个人吃到 这个是谁来的 这个是不是姚德忠 哦就是那个建筑师 但是好像跟着 没多久就过世了 哦 哦原来姚德忠 在这里喝茶 就这么多了是吧 好,谢谢 谢谢丁博士精彩的演讲 我们现在也有一个问答环节 有兴趣发问的观众可以举手发问 Zoom的朋友都可以在Zoom的问答环节发问问题 如果是这样,先问网上的问题 有一位朋友就问保粮局永远主席的委任是如何决定的 他问是否声望捐款额还是贡献决定的呢 那我就不太清楚 我相信是正贡献决定的 应该是因为东话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东话做完这个主席 然后第二年就可能做了他的所谓 就是他有一帮顾问在这里 其实这些顾问的人算都会变的 当然有部分很显客的人一直都会做顾问的了 我想是保粮的情况也大同小异了 你看见那些人都是 可以说是相当有代表性的人物了 譬如来玉和和周六臣那些一定不会变的了 下来那些可能是 革约干年又会有些人 其实部份的人是没有做过保粮总理的 我知道那些永远总理里面有些是没有做过总理的 但是他的社会地位高 所以就委任他做永远总理在这样的情况 不知现场观众有没有提问呢 请问丁先生 老星说何吉隆 为什么他不跟着他的生父姓郭而姓何呢 另外就是说他们河东 不知知不知道那些名字怎么来 因为他父亲的英文名字叫Bossman 怎么能处理河东这个 就是处理河东 请问你 我想都是鞋音而已 Bossman 我想的是 有些人说他是荷兰人 有几个不同的说法 就是说他是荷兰人 所以是姓何 有些人是Bossman 那个音可能慢慢就变成了是姓何 至于何金堂 为什么不是姓郭而姓何 我就真的不是很清楚 我想要看回他们家族自己写的书才知道 这个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 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因为何福有很多儿子 但其实那些儿子之间都很不错 因为有一次何福就是 我想他年纪大了 他就去环游世界 他就把生意交给三个儿子 其中一个就是新哥的爸爸 但是结果那几个儿子就洗到不清又不错 洗脚不抹脚 洗到何福回来的时候就发现 他很多钱都不见了 然后就扎成那三个儿子 那三个儿子里面有两个结婚 一个没有结婚的 那两个结婚的 就叫那个没有结婚的儿子 承担了所有的事情 他说因为你们没有家室 没有所谓 那个人是恶恶的 竟然OK 但是后面又发现何福怒上来 遗产一点 一个仙都不给那个儿子 那他就知道死了 那这个儿子就发烂了 所以几个兄弟就开始不和了 这个不和是延续到下一代 我听过一个这样的说法 何鸿新是从来没有做过东话的 是何鸿乱不批他 何鸿乱就是其中一个 我不记得是何世奇还是何世 什么儿子 总之就是变了就是上一代的矛盾 延续到下一代 其实他们之间很多矛盾的 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都很多问题 所以何鸿乱就不让何鸿新做东话的总理 所以何鸿新呢 你不让我做 那她的夫人就做了保娘做了东话 那些儿子女全部都逐个做了 现在过几年又轮到她的儿子做了 就是她有个不知道何游启是吧 又会做了 所以她自己做不到那些老婆子女全部都做了 那些名字都乱了 好 还有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再问一条网上问题 这个也挺有趣的 就问了 成立保娘局的原因 是否因为政府不想东话读大 所以才成立保娘局呢 其实就不选择的 因为那年代就经常有很多拐大的事发生 所以他们觉得 本来就是东话负责了 但是这份事就牵涉到又要拘捕人 就是要拘捕人等等各方面 就跟东话一个医院她自己 那年代医院 就是东话有医疗和有教育 因为她有医学 但是跟这个完全是没什么关系的 所以那份事而且可以是很大的 就是那个保释安良那样东西可以是很大的 所以去到1878年 是一帮东莞商人自己主动提出来 他就说要成立一个 独立于东话的一个机构 而当时的港督牵涅斯 就是支持了这个提议 所以就另外成立了一个保释局 但是保释局你看到它最初都是用东话的地方来开设 所以这个就跟刚才那个提法应该是完全不合理的 反而战后呢 就是加一句 战后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战后现在东话 保释是和博爱 人制 就是这些是规模小很多 而且很迟才成立的 这些机构是等同等量齐观的 大家知道吗 这个就真的可能是另一件事 我不想说得那么明 跟刚才说的事情有关系 这个不是战前的事 这个是近几十年的事 你问多一条问题 丁先生我想问就是 李希臣家族 为什么一毛钱都没有捐过 还是关乎他1930年被人枪杀的事 后来没有了 李希臣 李希臣好像真的没有做过保释 就是啊 那时候应该发了职 发了职死了 不止发了职死了 已经过世了 他应该是1922年被人杀的 1928年了 所以他应该过世了 所以过世了 那李希臣 李希臣是做过动画的 我如果没有记错 他做过动画的 1911年了 是的 所以他是做过动画 就是 1926年不在了 所以200年了 是的 那时候还没开发 你原生还没开发 他开了发才会发 那当然他家族很有钱 但是他死了之后 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挺吵架的 因为李敏澤要接班 而李敏澤很年轻 就是刚刚从英国赶回来 所以我想那段时间会比较吵架的 就是那几年 还有大家留意一件事 其实保良是1931年 其实时间是还好的 东华医院在新大楼的时候 1935年是不够钱 就是到最后不够钱 原因很简单的 大家知道1929年世界发生什么事的 其实整个20年代都很吵架 1922年海研大罢工 1925年省港大罢工 刚刚复原 其实对香港很伤害 刚刚复原的时候 到1929年就是到纽约的 就是整个华尔街的股票不断掉 所以就影响到全世界 但是我们由东华的 就是我自己的东华比较熟 我由东华的资料发现 香港去到1934、35年 才真真正正受到这一波的影响 因为东华就发现自己收不到租 很多收不到租 它是靠收租的 大家明白它 除了政府的资助之外 它的上产是非常之多的 东华 保良也有上产 当然好像俄锦桥现在 不知道是不是还是保良 俄锦桥那些房子 是保良的上产 所以没有人肯交租 或者交租金跌的时候 慢慢他自己 就是东华的为例 东华到了1938年就受不了 要摊大手贩民政府拿钱 所以你就会看到 整个1929年的北景气 到了1933年就影响到香港 所以你看到保良局还好 因为它是1930 我想香港还没下跌到 香港还没下跌到那么厉害 但是香港去到33、34、35 你看回政府的档案 其实它的收入就是一直下跌的 那几年的影响很大 所以东华在300多年 那一届的整个总理好像连任了三年 如果我没记错 都挺夸张 不是两年 是三年 因为没有人肯接 那个年代 所以 其实你会看到东华和保良的发展 都是跟整个时势很有关系 所以这个千建算是早 好彩 30年算还是好彩 3031也还是好彩 再过去的时候 我想筹钱就会有困难 就是不是那么容易筹到17万 对吧 现在时间的关系 问答环节就到此结束 好多谢大家的参与 最后就请大家再一次热烈的掌声 多谢青春派博士 我们这里也卖过广告 其实有两个广告 都会和刚刚的广告相当有关系 下个星期六 9月10日 就在保良局历史博物馆 铜锣湾那里 就有一个汉林之外 保良名家 物职回谋的 就在刚刚提及过的关系厅里面 举行这个讲座 我们古物古籍办事署 即是来到这里 就会在9月17号 就会有另一个讲座 那个讲座就是讲理声小学 刚刚提及过的理声 就是由古物古籍办事署 和香港建筑中心客办的 欢迎大家参加 多谢各位 谢谢 明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